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未来要一直赢下去 今天的比赛就是准备全胜 没有别的想法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 T联赛的节目站还是来了许多嘉宾和观众 具体联赛通过官方网络社交平台公布的数据显示 本场比赛来到现场看球的人多达5629人 5600多人这个人数在乒乓球比赛中已经算麻多的了 当然或许也因为这只是节目站 未来人数是否能维持这么多还不得而知 同时据日媒报道 本场比赛场面的座位票价达到六位数日元 最便宜的票价约为7000日元 大多数票价处于3到6万日元之间 我个人觉得这个价格还是蛮高的 就算最低7000日元的票价来看 这算成人民币也有431元 假如是日媒公布的3到6万日元 就是人民币的1851到3702这个区间 我个人认为这个票价还是真的蛮贵 日本观众愿意掏这么多钱看一场球 也是麻舍的 基本5600多人就坐满了整个场馆 日媒也表示开在前一天场馆内的门票就卖完了 这场比赛第一场学骨损松平健采 横扫正荣值平均有输取胜 第二场比赛大道又在以3比1的比分战胜吉村真行 为TT踩完队奔回一分 第三场比赛张本志和横扫黄振廷为球队再次取得领先 最后一场学骨损在落后的情况下 逆转正荣值以3比1的比分取胜 幕下队取得开门红 这场比赛的比赛